大家好 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独孤伽罗 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他作为一代贤后 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家庭责任 但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磨难 他的儿子们或因政治斗争 或因暗事算计 或因战乱纷争 最终都未能善终 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悲剧 那么 这究竟是何缘故? 让我们一起走进独孤伽罗的人生 探寻这个悲剧的缘由 独孤伽罗 出生于一个鲜卑名门世家 他的父亲独孤姓 曾是北周的著名勋臣 独孤家族世代为官 在北魏 西魏 北周等政权中 都占据重要地位 独孤伽罗的母亲 则出生于中原世家清和崔氏 这样的家世背景 注定了她从小就享有显赫的地位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长大的独孤伽罗 自然也继承了家族的优秀品质 他不仅拥有出众的才智 更有着坚韧果敢的性格 这些特质 在日后的政治风云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独孤家族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 他们就已经是鲜卑政权的重要支持者 独孤姓在六镇起义时 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 协助宇文太 建立了北周政权 这使得独孤家族 在北周时期更加显赫 独孤姓更是被封为魏国公 这样的家世背景 无疑为独孤家罗的未来铺平了道路 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学习了政治 军事等各方面的知识 这些都为他日后 在政治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基础 同时 作为一个鲜卑家族的女儿 独孤家罗也继承了鲜卑人的一些特质 他不仅拥有出众的才智 更有着独立自主 勇敢果断的性格 这些特质 在日后的政治风云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572年 14岁的独孤家罗 在父亲的安排下 嫁给了17岁的杨坚 这庄政治联姻 看似平凡无奇 却成就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 杨坚出身同样显赫 他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两个家族的联姻 无疑是一次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强联手 但令人欣慰的是 杨坚和独孤家罗的感情很快升温 两人相处融洽 在这个年代 老夫少妻的婚姻并不罕见 但杨坚却对独孤家罗发下了是无一生之子的誓言 这体现了他对妻子的忠诚和爱意 这样的誓言 在当时的皇室婚姻中并不常见 可见杨坚对独孤家罗的重视 对于独孤家罗来说 这庄政治联姻也是一次巨大的机遇 作为一个出身显赫的鲜卑女子 能够嫁给同样出身显赫的杨家 无疑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 而且 杨坚的年龄与他相差不大 这也为两人的感情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政治联姻往往是一种常见的手段 但杨坚和独孤家罗的婚姻 却最终演变成了一段深厚的爱情故事 这也为独孤家罗日后 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杨坚和独孤家罗 刚刚步入婚姻殿堂不久 北州政局就开始动荡了 独孤姻因为政治立场问题 最终被迫自尽 独孤家族也遭到了打击 这对于刚刚成婚的杨坚和独孤家罗来说 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独孤家罗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所压垮 反而展现出了他的智慧和勇气 在政治斗争中 独孤家罗果断地将长女嫁给了新任皇帝 这一举动不仅巩固了独孤家族的地位 也为杨坚日后建立隋朝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 正是独孤家罗的这一决策 才使得杨坚得以渡过难关 最终登上地位 这一决策 体现了独孤家罗的远见着实 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 他能够准确把握形式 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不仅保护了自己的家族 也为杨坚的登基铺平了道路 同时 独孤家罗在这个过程中 也展现了他的勇气和决断力 面对家族遭受的打击 他并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果断地采取行动 这种勇气和决心 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 正是独孤家罗的智慧和勇气 才使得杨坚得以渡过难关 最终建立了隋朝 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也是不可或缺的 这也使得他 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公元581年 杨坚正式建立了隋朝 成为皇帝 这个过程中 独孤家罗的作用 是不可或缺的 他不仅在政治斗争中 为丈夫提供了关键支持 更在日常生活中 给予了杨坚强大的精神支撑 独孤家罗的才智和魄力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不仅能够洞察政治形式 更能够果断地做出正确决策 这些都为杨坚的登基铺平了道路 同时 独孤家罗在日常生活中 也给予了杨坚强大的精神支撑 作为一个出身显赫的女性 她不仅拥有出众的才智 更有着坚韧果敢的性格 这些特质 成为了杨坚在政治斗争中的坚实后盾 可以说 如果没有独孤家罗的帮助 杨坚很难一个人建立起如此辉煌的隋朝 她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为隋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 即便独孤家罗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她的家庭生活却并非一帆风顺 她和杨坚共同生育了五个儿子 但这些孩子的下场却令人唏嘘 长子杨勇因为性格问题 最终被贬为庶人 次子杨广则在登基后残害了其他几个兄弟 独孤家罗的其他几个儿子 也无一善终 有的被诬陷入狱 有的被毒杀 这样的悲剧命运 让独孤家罗备受打击 作为一代贤后 她无法阻止自己的子女遭受如此厄运 这也是她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作为一个出身显赫的女性 独孤家罗本应该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但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 即便是皇室成员也难逃政治斗争的残酷 她的子女们最终都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种悲剧性的命运 无一折射出了古代皇室家庭的残酷现实 即便是一代贤后 也无法完全保护自己的子女 这种无助感 却成为了独孤家罗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独孤家罗的人生经历 是一部传奇 从出身显赫的鲜卑名门 到与阳间缔结政治联姻 再到辅佐丈夫建立隋朝 她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 但令人唏嘘的是 她的子女却无一善终 这却成为了她人生中最大的遗憾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便是地位显赫的皇室成员 也难逃政治斗争的残酷 即便是一代贤后 也无法完全保护自己的子女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